112年大学学测公布 今年数A虽然比去年简单 但是数B、自然与社会科目都比去年难 四科的分数组合标志不升反降 基隆二姓高中普科顶大班沈兆宇 59级分夺得自然组最高分 他说念书是很辛苦的 而要抵抗3C诱惑可有绝招 因为在念书的期间中就是一定不免 像是主要是手机的诱惑是无法避免的 然后我个人就是要嘛就是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 然后把一些不当就是一些游戏软体 就是在备考那段期间删掉 或者是我会用手机来录用缩时摄影 然后因为这段期间就是因为手机在摄影 你也无法玩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念完了之后 就例如说念了三个小时 录了三个小时的缩时 然后你看到影片中的自己就是很厉害 就很像是只会出现在别人的那种部落格里面的影片 就会觉得说很有成就感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念书的那个基本的习惯 就是我觉得基本功一定要做好 就是基本的你那种考试的定证 然后上课的复习都是一定要的 先把这些技术打好之后 我才会再去做一些更进阶的 例如说再去学习课外的 或是加深加广的课程 另外社会组最高分张维哲 数A数B都考14级分 高中三年延续田径运动的兴趣 透过运动和自己对话 也在课业上有所突破 利用课有时间跑步 跑步的时候你也会有时候会跟自己对话 有时候会思考一下 就是做事要怎么的处理 那个做事的方式 所以有时候会在课业上产生一些化学反应 我之后是想要读政治大学经济系 因为我从以前高一的时候就有参加过 类似的选修课程 所以就对这方面有一定的喜好跟兴趣 顶大班的前标超越全国顶标的家机 也让校方更有信心营造让孩子培养高度自学力的环境 另外校长也给考生们满满的建议 多科的组合来看 大部分是维持在去年的水准 甚至于这个分数是下修的 那这个趋势其实是今年的考生 在做自己的校系选择分析的时候 是必须要去注意的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分科测验的机会 其实去年分科测验的分发 造成很多的孩子有所谓的获利的感觉 就是他们会有低分高就的情况 那今年这个红利还在不在呢 我个人认为这个红利今年虽然会缩水 但是今年红利还是存在的 所以考生也不用太气馁 如果这一次的考试没有很理想的话 分科测验还是一个机会的存在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